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去尝尝啊 证实评测 走 这面够完蛋了 看看您这馅儿啊 你看这馅儿呢 这馅儿里这掰的可不是肥肉 哦 这是鸡蛋糕 哦 鸡蛋糕 鸡蛋糕 这个放这个之后 比炒的鸡蛋好好的那儿呢 完蛋它到馅儿里边不油 不腻 它油少 您这肉馅儿的比例是多少 肥瘦 肥的占三 瘦的占七 嗯 您这肥的倒少是吧 对啊 肥的少 瘦的多 你看它这馅儿 它这馅儿人家倾向隔的 好像不多 这里边没倾向 没隔倾向 这咱能看见瘦肉的存在 它边的馅儿好像看不见瘦肉的存在 哎 这个吃的它是纯的肉小 肚肉小 而且里边都没放微酒 您等于就一种馅儿了吗 对 现在就这种馅儿卖的最快 三鲜馅儿 有木耳鸡蛋肉 这个鸡蛋不是臭的 出来之后都没油不腻 得帮不过吗 帮不过了 行 一种馅儿干好也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看看 上来了肉活上 我点个圆 它这的特色都重 看着好浓啊 咱看着它就活上 咱先翘翘啊 听不见色 够脆的 看见有个特点吗 没有油的表面 不是呢 本国这个 这儿已经完了 不裂开了 够脆的 刚出锅儿的 炸一下 太热了 走 看得炸掉了 看得炸掉了 看馅儿了 过去可以除开了 对 给大伙看看这馅儿 哇 好热 看得沉 是呢 太沉 这儿点的馅儿 人家是枕材石料 看样子 这肉 看看这肉 哇 好热 对 这是鸡蛋 这是黑的是木耳 嗯 那绿三是葱 剩下全是肉 而且颜色不是很重 对 问老板为啥咯那么少的肥油 它说怕化 肥油吃点长了它就化成油了 哦 我说你还怕化吗 看见了 四五的雕大 已经雕大 已经雕大 他们家这三块五一个 只有一种馅儿 好 太贵了 听见这剩下 它不搁蝴姜 证明它对这个肉有熏性 因为蝴姜这个颜色比较重 它肉如果质量不好的话 它一定会隔很多 请将去折这个肉 太脆了 诶 你看看您老活着 这个 是不是四层小时 诶 是呢 但是这个活着跟那个完全不一样 那个油大 是 它这个已经抹油素 就跟那油素扫子差不多 嗯 而且呢 这个活着的肉 量非常大 外皮非常的脆 肉虾是香 而且这馅儿还特别的厚 对 你不会吃 一吃这活着吃一嘴酱味 那种酱味啊 料味啊 不会的 是肉的清香味道 对对对 再看看这周周 咋这么酱 我买的时候看到门口有酱 粉香甜酱 他说这个跟酱差不多 也是那种酱味 但是吃中 黄豆和小米儿 蜜汁 无法熬汁 我给大伙看看 这是一层皮 哎呦 一活一层啊 黄豆和小米儿 对省皮肉有好处啊 嗯 嗯 这在市里还在没有 哎 我是第一次听说 这俩都熬在一起啊 什么味道 酱子味 但是呢比酱子比较细啊 在这里有点抽 我给总结一下 浓浓的酱子味 哈哈哈哈哈哈 最后一组也比较透亮 嗯 在这儿吃的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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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鲜菜 哎 这就点这个粥还挺好的啊 哎 挺好的 咱们家的味道真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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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家在市里看的店都好 哎呀 没白来得回看来 对 推荐他们家啊 喜欢大会视频的雷大会 点赞 评论 转发 关注大会 没事不灵物